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信義房屋樂高模型 房屋樂高模型呢 是在外面買不到的 這個就會很想到我們去收集它 那其實館長在一年多前就拿到這個模型了 這真的突然想到 這個樂高模型其實蠻特別的 所以就這一次我們就一起來開箱 一起來把它組裝起來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來吧 這個盒子啊 它就是打開之後 裡面大概就是有幾包零件 那我們這裡有個QR Code 掃測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們那個使用說明書 現在都是電子版的使用說明書 使用說明書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其實跟我買的熱膏是一樣的 都有一個教學 教你怎麼去做使用 其實蠻方便的 因為現在五指的話其實 大家知道之前玩熱膏啊 你如果買模型的話 它大概就會附很厚很厚 非常厚的這個說明書給你使用 但是現在其實只要用 在有手機掃描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非常方便 那做好之後 就是我們做好的模型 你看 這個其實新衣包該有的元素啊 大概上面都已經有呈現出來 那就是我們新衣包都一個 非常明顯的招牌 那我們新衣包最特別就是有個優質推薦的櫥窗 還有我們的招牌 以及我們的透明的那個門室 那這邊還做一些紙栽的設計 上面還有這個水塔管路的設計 其實做的蠻細緻 晚上可以打燈的話 其實會更漂亮 其實這個裡面還有一顆盆栽啊 這個如果可以打燈的話 我看到盆栽 應該會蠻美的齁 那這邊還附一個我們這個 新衣包同仁的樂靠 這個衣服就是我們的Polo 3 新衣包同仁都有氣質有禮帽 如果這次看起來也蠻香的話 組裝其實不會很久啦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就可以組裝完成 還蠻容易的 這個放在家裡其實 蠻可愛的 外面買不到 非常的有特色 新衣包也會陸續出很多特殊的這個款式 給我們同仁當作獎勵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一次的樂高跟衣包開箱啊 分享館長的這個工作很小的確幸之外 最重要的是 通過這次開箱啊 請觀眾去瞭解說 原來你想要製作什麼樣的一個 特殊的模型 一定要跟樂高去申請 它主要是在台灣有一個 廠商專門在製作這樣子的模型 它是有取得這個樂高安全的這個授權 如果你的品牌啊 也想要製作形象模型樂高組件的話 其實也可以跟這個廠商去做聯繫 那館長其實沒有在做業配啦 只是覺得說 欸 你在做這個樂高模型的收集的話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把它變成樂高 都可以成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 那你如果在展示會的話 其實把一個放在家裡面 蠻療癒的 那有時候生活壓力比較大 就需要靠這樣的小東西 讓自己心情變得比較好 今天我們的這個樂高的 這個新衣房的模型 我們就分享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粉掌這邊加按讚 訂閱加分享 留言並開啟小鈴鐺 謝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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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